然后我们第二个课判 以疏忽他人而赞叹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顶礼三宝眼影目 手指挡胸卫焰 庄严无欲诸方论 自知光芒破云绕 这个度母实际上是一个女度母 她作的三宝受影 三宝受影右手也是身世受影 左手在胸前 所谓三宝受影我们经常看到 度母的无名指和母指持着莲花的花瓶 其他三指一直受理着 这个叫做三宝受影 那么三宝受影持着莲花 这个莲花上面有法轮 每一个度母的受影和受影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是它的发气 尤其是左手的发气是不相同的 右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样的度母 它会庄严或者守护所有的 一点都不剩下的方论 方论的话 四方或者方圆 所有的世界 所有的方的和圆的 不包括的都没有 所有的世界都会保护着 我们也经常祈祷的绿度母 现在很多唐卡里面看到的是 莲花花瓣上面没有其他标志的也是绿度母 这样也比较多一点的 有些没有花瓣的直接拿着标志也有这样的 然后度母自己的光 身体的光 萦绕着整个所有的众生 它所保护的所有的众生通过度母的光来守护 我们自己也观想 遇到一些痛苦违缘的时候 通过度母的加持 守护自己 保护自己 然后铺照自己 这样的话 这种功德也是特别大 所以我们修绿度母的人当然也是 但是汉地在历史上有时也有一些 只不过不像藏地一样 尤其是在张家过世的时候 据说度母法门在皇室 在宫廷里面非常兴盛的 当时乾隆皇帝的母亲 她也是修绿度母的 说是在现在的永和岗当中 也有一些旅度母的非常旧的唐卡 文物的唐卡 那么这些唐卡不是现在那样修化的 应该有很多的 比较怎么说啊 那种材料是品座的那样的 当时也是在历史上非常出名的 乾隆皇帝的母亲特别对度母法门有信心 我们在藏地最早的时候 实际上应该是 尼泊尔赤尘公主她带来的 据说藏地第一个度母法相是她带来的 实际上文称公主在唐朝上去的时候 也带着一个度母尊 我那天说是我们现在失去 甘子州的失去现在有一个专门度母店 叫做丹座马拉康 丹库 丹库是原来莫彭仁波切在圆寂的地方 莫彭仁波切圆寂的 原来我们去过 其实那个地方还是出现特别多高僧大德的地方 那这里当时那个度母实际上文称公主上去的时候 经过这个地方 经过那里 到了那里的时候那个度母不肯走 然后她就说话 待在那里 她说 我待在这里度化众生 我不去拉萨了拉萨气候太不好了 会高善翻译如果高善翻译的话 听课的时候也迷迷糊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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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头痛啊 有些我尽快讲完啊 我们讲考班是很认真地听着 有些居士可能有点高善翻译 头痛啊 心脏不舒服啊 一直到处都磨着 所以我的心也是在 按照你们的手印去晃来晃去晃来晃 所以当时那个地方 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度母像 但是藏地最主要的度母法门最兴盛 就是从阿底峡尊者开始的 其实阿底峡尊者 你们不知道去过拉萨没有 原来法王如意宝去印度的时候 上去的时候90年当时去拉萨 去拉萨的时候 我们路上要接近到拉萨的那个地方 涅塘 以前阿底峡尊者还有中顿巴尊者 在那里带过的 就叫涅塘 度母殿堂 卓马拉康 那个地方 里好像拉萨城还有大概是20公里左右吧 在那个地方大概是 阿底峡尊者应该是1046年到了年里的 然后阿底峡尊者在那里带来九年 大概是1054年还是什么时候 在那个时候阿底峡尊者实现圆寂 实现圆寂以后 也据说这里留下了很多阿底峡尊者的遗骨等 非常有殊胜的价值品 然后在那里当时都已经建了一个度母殿堂 这个度母殿堂是在拉萨那一带 无人不知道 非常有价值力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都是裙子到那里去开广 我们一起祈祷 也有这样的 希望以后去拉萨的时候 应该问一问 列堂在那里 列堂是很近的 度母殿堂都是寺院很小的 在我的印象当中寺院不是很大的 但是那里确实有特别历史的 具有加持的度母殿堂 因此在藏地来讲 应该说也是比较多 汉地拥火宫应该也有很多度母特别珍贵的像 因此我们平时祈祈祈的时候 一定要通过一种信心来祈祈 通过信心来祈祈 包括现在有些人 特别严重的疾病 也是可以治疗的 我什么时候看到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已经得到了危癌 晚起 然后他都特别特别的失望 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 但后来他好像是一个梦当中吧 一个梦当中身体完全是一个绿色的 然后人来开始缩他 本来他是一个新加坡的商人 新加坡他就专门开海鲜餐馆了 那个绿色的母亲 绿色的妈妈告诉他 最好你把海鲜餐馆了 然后你好好地修法 以后不会有什么通过 后来他觉得有点奇怪 后来有一次他就到一个佛教的买卖店 到那里去的时候他发现一个绿色的度母 他当时在梦中看见的绿色的母亲一母一样 然后他突然就开始叫起来 后来他就请了这个佛像 据说在新加坡建了一个道场 然后他的癌症也是不予而知了 全部好了 后来他通过这种方式来治了很多 让他们大家特别严重的癌症患者 要求让他们去有六度母法 据说我在以前其他的故事里面看到的 应该是真实的吧 说是两百多个患者都已经痊愈了 说是非常有加持的 所以我想得到长寿也好想得到一些快乐 的确度母法门是特别殊胜 以前公伯巴尊者的一个上师 是吧嘎等派特别修行好的一个大德 他在晚年的时候很想弘法利生 但后来确实出现一些疾病 接近缘际 那个时候他后来有一些 好像什么因缘让他修度母 度母修了十一个月 十一个月以后度母亲自已经现前了 现前以后他的宿命再延长十年 他就非常欢喜后来到了六十岁 六十岁的时候他又不断地修 然后又见到了他宿命 让他造度母的像 化度母的唐卡 化有造像 这样反反复复地一直获得了九十五岁 确实有些现在世间人对长寿 发财 家庭幸福等等 这些确实也是作为凡夫人来讲 这是对他来说比较重大的事情 我们说 来世解脱的话 他就觉得 来世反正倒是再说吧 现在我这个家庭 现在我生活变好都是多么好 那这样诸佛菩萨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 大家应该通过念诵度母以他的威光来帮助自己 也是遣除各种违缘 当然这是有信心的人来讲 确实会感受这些 如果一点信心都没有 当然是有一定的困难